有一位74岁的大陆籍老先生呢 他大费周章从湖北搭巴士到了厦门 在乘着破烂的保力龙 扇板冒险偷渡到金门被捕了 被捕之后呢 移民署一问之下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想到台湾来 找他这个失散62年的老哥哥 那么当然移民署也很有人情味 帮他到处在那边找人 最后找到了才发现 哥哥其实在八年前已经过世了 最后只找到一个牌位 这个老弟弟是气不成声 宽害台湾 一乡人他乡人 人害妈妈 念着写给哥哥的记文 张老先生百感交集 因为寻找哥哥 已经74岁的张老先生 竟然成了套渡客 过来了 然后就想见他 完成了我的心愿 就到那边来 我就写了信 跟中央 跟大中央 跟鬼后部 都找不到这个人要死了 张老先生的大哥 跟着国民政府来台 兄弟俩一分离就是62年 为了达成父母遗院 找到哥哥 去年9月 张老先生从湖北 坐了两天的巴士 到厦门 找不到管道 偷渡到台湾 就在海边发现 破烂的保力龙甲板 冒险漂流到金门 但一上岸就被捕 还关了三个月 服刑期满 移民署人员得知 他偷渡的动机 很感动 帮忙寻找哥哥 但哥哥早在八年前过世了 张老先生4月6号 找到哥哥的坟墓上香 了了心愿 我下水了 他就可以脱过来 我一哥哥下水了 我目的就是要砍他了 兄弟在见面 已经是阴阳两格 张老先生在坟前气不成声 激动不已 让旁人看了也心酸 张老先生有心脏病 高血压和胃病 但却为了见哥哥一面 冒着危险偷渡 索性在移民署 热心的协助之下 千山万水 终于圆了团圆梦 中天新闻 廉家庆SN小组 南投报道 中天新闻